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让北京奥运与CCTV5紧密相连的日子 那一天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500天 那一天CCTV5将会用500分钟的时间 与您共同展望五环旗帜在北京飘洋的时刻 五环五套500分钟500天 2007年3月27号在体育频道 让我们共同经历奥运进行时的特殊时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7年最大的国际体育赛事 第十二届世界游泳锦标赛 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17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名运动员 将在小企鹅的故乡角逐五个大象60枚金牌 阳春三月中国军团激情出征 CCTV5全程报告水上盛会 3月17日至4月1日 敬请关注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观众朋友 亲民朋友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各位企友收看我们今天的相机节目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首都家具联盟杯 中国相机表演赛的精彩队局 今天带给各位企友的是第二轮第四场的比赛 对阵的四位棋手分别是来自江苏汤沟两相合队的特级大师徐天宏和王斌 另外两位棋手是来自北京中家队的两位相机大师张强和蒋川 那么他们也将争夺最后一张进入四强的入场圈 这两组选手总共进行了两轮的较量 分线两轮的较量 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他们第一局的较量 稍后再为大家介绍第二局 我们先看一下赛场情况 好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家具联盟杯的这个赛场 场面也是非常的壮观 现在右边出现的这两位棋手 那最前边的是王斌 后边是徐天宏 左边的棋手分别是蒋川和张强 现在王斌在思考 也是非常的专注 看起来徐天宏也是靠在后边熏火成竹的样子 气氛很紧张凝重啊 对 虽然说是表演赛吧 但是这种混双的形式 尤其是男子双人赛的这种形式 毕竟还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大家呢还是非常这个对比赛还是非常的专注和认真的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他们第一局棋的表现 那这盘棋呢是徐天宏 王斌直红旗先走 他们选择的是中炮布局 黑方呢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居九平八 那洪方这时候选择了这个强挺骑兵的变化 对 这种布局 缓开右居 也是 据我所知是王斌大师 王斌特级大师 喜欢采用的一种阵法 这种布局的特点是 红方 缓开右居 然后这个居可以灵活的 考虑这样出动 保留保留横向出动 当然你说这个时候如果黑方这个挺骑兵 你还可以再选择这个 对还可以选择居二这样的下方 对这样比较灵活 也是这个南派骑手比较喜欢的一种布局体系之一 那黑方这个时候也下足 七进一 红方骑 左马 黑方也马而进三 下到这里就形成了典型的中炮横距七路马 对屏风马的布局定式 在这里实战中黑方选择的是左向 对 除了左向以外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走法就是非右向 这看起来也很工整 对对 好像这两种走法 这两种选择的这个比例还是这个高一点 非右向高一点 对 但是我们好像那个在相机节目里面 最近给大家介绍这几盘棋 就是包括向甲联赛当中那个特级大师赵国荣对那个对卸进的时候也是下的非左向 对 非左向的变化在近期好像比较流行 最近就是出现了这个频率也比较高 像激进五那红方去一平四 嗯 嗯 嗯 比五金一 对 红方采取了是 嗯 快速进攻的 战略 嗯 在这个局面下 以前还出现过炮爬进二 的选择 哦 旋轷炮 对 炮价的选择 那旋轷炮主要的意图 意图是四击 嗯 我通三路马 嗯 对 面对这种走法 黑方有 哦 有炮平一的选择 直接走这个 对 对 黑方 红方如果G9平8呢 嗯 再 哦 这还有一个这个 来回打G的次序 那你再让开 对 它可以再回来 再回来 那么这种其实也是逼红方表态 如果你这样不停的走 也是一个双方不变 对双方不变 就是因为这黑的一打 你这个回去之后 它再走 这是一斜 对 红方如果求变的话 可以走这里 哦 这就很强啊 对 接下来黑方可以 局一平二 交换 然后 然后再把这个G对掉 嗯 记得是这样下骨 嗯 在前几年这种走法 好像很多 流行过 一度特别流行 哦 是 那这样其实 我们看其实对了G之后啊 好像是这个 这个黑方的右鞠 二路鞠被封住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红炮 一个炮八戒二 再炮八进四 这么一个 也是浪费了一定的时间 对 那应该是黑方通过这个时间 也加快了出子效率 对 这个出子速度也 比如以后可以争到马七六这种点 应该也可以满意 对 对 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平稳的 嗯 开局就对掉了一个G嘛 嗯 相对平稳 以后这个黑马一控制住这个点 应该还可以 对 是吧 所以这边还是有补偿的 嗯 那除了这个炮八进二的下法 我们在本局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 嗯 嗯 不过我个人觉得 冰空经营这路变化 嗯 还是比较积极的 嗯 而且 我觉得这样采取快速进攻 直接进攻的战略 对红方 比较有利 嗯 这红方以后就可以盘头马 直接冲出去了 对对对 比较直接 对 好多那个业余的朋友也是说 在直后手骑的时候 尤其是直屏风马一方 就特别担心人家这个 冲中兵架马炮往上冲 就觉得这个阵型很容易就被杀碎了 其实也完全不必要那么担心 只要你把中路补后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足可以防御的 对对对 黑方接走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跳出来 这个走法 倒是也出现过很多了 嗯 除了马七进八 以外 大概 大概还有 我记得最早还出现过 炮八进二 是 直接就把这个 合眼给封住 对 嗯 但是也容易落空 对 不如这个 嗯 积极 这个弹性更大吧 应该说你马七进八以后 再马八进七 这个明显就对 红方的中路有牵制 对 嗯 这种表面上看着好像 红方从中路进攻 他又跳了一个边 嗯 跳了一个外 外类马 好像是自 自我离心 但是这种手段也很常见 我觉得 对 这个所谓外脚背 这样 对对对 再向内切入 这个有点那个曲线救国的意味哈 虽然中路这个保护没有那么强了 但是我切进来就可以威胁到你的中 中路了 就是中炮我一交换掉 无形当中 红方这个中路的攻击力量也得削弱 对 嗯 对 马七进八之后 红方又冲 这个很积极哈 嗯 马八进七踩进来 我关系啊 红方也是这个贯彻自己的意图 居四价 别住 足七进一 嗯 但是除了这种足七进一 可能还有这种抛八平七手的手段 抛八平七 嗯 抛八平七 红方是不是可以冲 冲下去 嗯 马三进五 才马三进五 这个马是不是没有路了 嗯 嗯 对 可能也会 对 所以他现在 因为足七进一的好处以后 这个有一个打还是有交换 对 马三进五 黑方呢 先冲掉 这里都继续 俱罢兵棋 这个棋 嗯 下到这里 其实以前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次了 嗯 很常见的一个图形 相三进五 据虚信四 据虚信四 这也是黑方的这个意图哈 赶紧把鞠绕出来来捉炮 因为现在红方看起来这个最有攻击力就是中泡 对对对 一旦把中泡这个赶走或者交换掉 那黑方肯定很乐观 因为毕竟过了一个阻 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布局 黑方选择飞这个左向的这种阵法 嗯 觉得只能是很水平很高的骑手才敢于选择 因为你看这边飞了左向以后 对我们会感觉这边比较空啊 对这边已经形成门户了 而且呢 他这种这种骑行的感觉总是要把这边的子力迅速向这边靠拢 对 向左翼靠拢 但是呢由于红方这样进攻比较急 所以他又没有时间调动那边的子力 所以只能只能利用现有的这三个子和红方进行周旋 但是如果这种局面处理不好的话 还有可能出现比较致命的问题 嗯 我觉得 那现在红方对局 这个炮可是万万不能走啊 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 所以对局也是必然 这个其实这里边有个陷阱 其实看着这有一个这个马武进四 也是我们可能出局爱好者容易比较这个犯的一种错误啊 就看起来这一打局是个先手啊 其实黑方有一个这种足七平六的好手段 对 这样无论怎么交换红方都将这个没有先手了 对 立即化解 因为你看啊 我们如果吃掉的话这不可以 吃掉你这一吃丢子 那你如果打局呢 我们再来看 打局人家就冲掉 这边换着马 这边飞着炮 无论你怎么换 我都留一个这个过河族保留下来了 那么红方肯定得不偿失 那这等于忙活了半天 给黑方还剩个足 对 轻松的化解了 对 所以那这种 这种看起来的这个先手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就是要冷静 对局是必然的 对完局以后就像我刚才那种担忧 就好像就有点显露出来了 因为黑方这边已经明显空虚了 红方这个局将来如果想投入战斗的话 他一台横局好像很快就可以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李轩我也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发现黑方的这个马特别好 是你这个局像你说的 一旦侧应过来你是很厉害 但是我这个马的位置 就是把你这个四路线和二路线的点给封住了呀 你也不是很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掉过来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黑方也是愿意选择这个布局来进行抗衡的一种这个依据 他可能觉得你也一下子过不来我也不用特别担心 总之以后的战斗就是围绕着这边展开的 这个红方开始攻击他这个比较薄弱的左翼 红方肯定是要快速出动主力向这边移动 黑方这个局 可能黑方这个当务之急就是你既然攻击我就赶紧把子出来过来掩护 对他的当务之急大概也是那个局想需要迅速投入战斗 不过不过从从最直观的来看 红的这个局提一步马上就可以过来 黑方这个局还花很多部署才可以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骑行 要是你可能觉得 对初学的这个骑迷或者那个相亲爱好者还是要谨慎采用 尤其是后轮方 对对对 万一人家一攻你这个晃了手朵 就很麻烦了 那现在黑方怎么下呢 黑方足七平六走一个先手 对 红方这部棋马斯金二他主要是对黑方画脚形成威胁 但是这部棋也不是先手也不是就是黑方也不是必须要要要要要应付 因为你这个地方跳江我出来你炮瓶子走不到你不是杀棋 所以也不是必然要硬的 实战中黑方还是就是比较自然的马三进五了这样既可以这个马向这边支援 而且弹子炮嘛防止防挂掉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不硬 哦是不是直接就赶紧这个以后这G1平四G4G2或者是G4G3把这个靠近掉了 我总觉得这个G的这个战斗力总是要比这个马强一点的 G如果能顺利的向这边靠拢呢看见这个棋就没问题 嗯 我觉得也有道理哈 那可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向下滑也自然就是我先这个跳出来 而且我马现在有脚啊我马五金七这个点一旦守住了我我行之非常好了 对我觉得黑方这个马看起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只能看见前途我就觉得这个像走马的时候一定要有前途 没有前途的时候千万别轻易往前跳 嗯接下来红方那红方这时候下了一个好气 红方也发现黑方这个马五金七一旦走到了这局势非常开朗 对 因为马五金七之后有攻有守 嗯 攻呢我就可以马七进八马八进七这种或者马七进六 嗯 以后还可以平足吃炮 这个马对红方的牵制也确实不小 对 而且还以后这个守住了这一点 嗯 所以红方这时候下了一招这个控制局面的好气 下了一个抛八进三 对这步棋是全局很重要的一步棋了 如果没有这步棋的话黑方这个马顺利跳到这个地方 马五金七一跳到黑方不错了 对红方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嗯 反而对红方形成了挺大的压力 是 对 这步棋一走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马跳这里被红方这个抛八进三一走这个局 这个局还是成问题 这个不好出来了 对还是成问题 是 嗯 我也觉得他现在有点问题了 对 嗯 其实你说他当时我们看哈这个 这个抛八进三一走之后他实战下了一个抛二进一 没有可能下这个呢 比如说 嗯 我就以后这样来打 嗯 我再下一个特别笨的办法 我就这么来打 或者说我这还有一个几个平局桌的这么一个线手 嗯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 对 嗯 比如说你这一旦你要走这个 我可以甚至可以先打一下 或者说我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顶住我 看不太清 可能好像也还可以看好一下吧 对 对你说这步棋还是可以考虑的 对 因为他这里既可以将来亮剧 这里还有一个打的先手 嗯 是不是应该也可以考虑 嗯 我觉得这个一个闪身应该也可以考虑 但是那个黑方采用了另外一种这个攻击的办法 他下了一个炮二进一 那这个也是有功有手在里边哈 就是以后我可以还是这个强跳马 对 这个手段也是在里边的 再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足三进一冲 嗯 是吧 这个我觉得黑方的想法也非常的 不过我总觉得 也是很得体 对像这种棋吧 就是要一定要算的清楚 如果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黑方这时候要危机感了 对 是吧 就像你说的我这个局随时一过去 嗯 你左边就有问题了 对 是是是是 这种棋如果走不好的话 我觉得 很有可能落空 嗯 白走了 那先下炮二进一 红方也是局九进一 嗯 黑方马五进七 啊黑方采用这样换马哈 嗯 这红马也没有地方可以避让了 嗯 这以牙还牙 其实我们在这个事先看到这对局的时候 也做了另外一种假设 比如说黑方这时候有一个这个先手 嗯 但结果也不太理想 嗯 假如说这个我们试着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 平局桌 他有个足六进一冲 这肯定要保住了 对 嗯 他就退回来 嗯 那这边不肯让红方冲过去 这个一定要处理 对 一定要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黑方已经不错了 因为你看过两个足 嗯 你要一旦飞掉的话 我这马五退三一脚 对 再随便摆个炮 表面上红方也没有什么进攻的手段 对 但这时候红方有个好手 对 这招起不错 这部戏正好供到黑方的阵型的要害 对 这一点 对 你要是这样来交换的话 我就也这么点进去 对 以后一杀兵 就是你左边太空了 你守不住了 这边 太空了 等于我军马炮杀你一个单炮了 对对对 是吧 就这样守不住了 那你如果这时候强顶着这种来守呢 可能 是不是下降 这个 黑方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赢 如果你再回马化 我还是有切双 对 这马还有点危险 对对对 这样 红方通过这个弃兵呢 也可以取得满意的局面 所以实战当中呢 我们看黑方没有选择这个 对对三兵的下反而下了一个马五进七 这个在这 马五进七 对 这红马是没有地方避让了 对 所以交换 对 实战当中黑方还是足球锦衣下来 把这个马保住了 对 保持它这个下来保持这个 新手啊 把这个交换 还有一种比较 比较直接的就是换了 交换的结果 假如说直接换会怎么样 对 我们来看看 换 红方吃掉 马七退六 嗯 那我就让一招 继续平安 如果你捉的话 那么这时候 红方有一个忍让的好手 泡八退一 这样黑方这桑子的位置 有点 有点尴尬哈 对有点畸形 下午 对下午这里 左航不太好应付 对对对 这个炮还打得住 这一点怎么弄 有点不太好弄 对 所以下到这儿 直接交换也不行 对 我们再用这个排除法 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的去 这个检验到底是哪个不行 嗯 好 那这里下到这儿 所以黑方那时候也没有 它直接冲 对 这样红方的马就可以回到这儿 嗯 还保持着打着这个 对 先手 那黑马也要让呢 黑马 实在当中它是马七进五 嗯 强不先手吧 对 也没什么问题 十四进五 这鞠终于 终于出动 聚三进一 聚三进一 对 这明显 聚三进一很有必要 把鞠开出来 对 嗯 就是要平鞠了哈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你赶紧让我把鞠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 它如果下得再强点 是不是还可以再延缓一下 是红方的速度 就是把这个足气掉算了 嗯 气掉足的好处就是 可能也可以考虑 对 肯定要支掉了 支掉呢 就永远这个地方 我对你有一点点牵制 嗯 是吧 然后我再出鞠 嗯 这也是一种策略 就是它是下的这个 它 高居 然后那个 红方也聚三进一 快速出来 嗯 聚三平二 不过 显然那个速度不是红的 这个速度快 对 红的这个太快了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呀 它只能让开 对 头发推一 对 驱逐这个马 不太好弄了哈 对 实战中黑方马五退七 我觉得这步棋走了以后 好像就就就就 就直接的 就 屏白如山倒了 其实如果 我觉得可能 下这里 黑方的实验有点紧张了 嗯 否则我觉得它如果 这样把速冲下来 像您刚才那种思路 延缓它的一下速度 是不是还 可是我 嗯 还会顽强一点吗 可能 可能还会顽强一点吧 嗯 对 嗯 这部棋有点可惜 这样给红马七 六跳起来 对 好像就不到 好应付了 所有的子 清朝而出哈 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冲出去了 对 然后呢 我觉得 这个棋你说 就你还踩着足 总用这马 顶着马也不是个事儿 但是你换又换不了 对 嗯 这个马 踩着足 跳进去 踩着像 对对对 这个就已经 已经防不胜防了 就是就算是你这个顶起来 我就简单踩回来 你也是很难想 你看这个炮变成是一个铁当头啊 你怎么也守不住了 况且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可能就 马七星六五就赶紧这个顶起来算了 这个我就不要了呢 也不行 我就一踩回来吃马 是个先手 对 那像你说的马七星六五再送呢 可是再送 再送 他就不 还不急了有点 他就跳马了 我这样就跳不去了 对对 我踩着像 我踩着像了 对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总是想争到这个鞠四尖二的这个时间 然后是不是能对个鞠什么的 是 其实可能也一厢情愿 对 还是这个布局的问题 还不是像你刚才这样说的 就是 我先这个 这个地方 出来了 对 你打我先送你才算 对 应该还可以周旋 嗯 还可以周旋 而且而且我们再就是往回想啊 如果当时下到这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回炮打我的先手 我就可以先抢一部局出来了 你炮还在这里呢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形状了 等于是这个位置 嗯 是吧 这样我告局 不太一样了 你再顶起来我出局 你再走我收进来 嗯 你还威胁不到我的子 还不太一样 我以后这个G4G2的点 可能还来得及 对 是吧 嗯 觉得可能 就这个在对攻非常激烈的 这么一个状态下 争得一招的这个时间 对 还是非常非常重 对 尤其对防守方 你这个 快一招可能就守住了 这慢一招被人杀住了 对对对 那现在下成了一个 这么一个形状 那你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形式 就回到刚才那个盘面 这一打 他马虎特鸡一手 红的马七进六一跳 嗯 这个局面有点威哈 对 是吧 这个马七进六一跳怎么办 他这个 还走速六平五 嗯 没办法 走其他的招法也没有太大的 那个功能 效率了 嗯 这个要是再往下冲 他也是万里进 对 黑棋就是 红棋不理你了 直接进攻了 踩着像 对对对 这样真来不及了 走什么都来不及了 对 嗯 签这个也没有用 他都人家子子有根呢 是 是 确实这个棋 实战他下的这个 这个棋型等于是 一招不胜满盘皆输 就等于这个地方 确实是对红方的这个攻击力 有点估计不足 对 下到马76 这里已经黑的已经很 很难下了 对 成败式了 应该说成败式了 有的棋友就是 尤其是 特别业余的朋友 就往往对这种 很胶着的局面 就会说 这个我觉得 黑棋还不错 啊 感觉上也没什么事 我这个大字也不少 位置也还不错 也没丢是像 是不是还可以抗衡 但往往就是 这种 就是 一招不慎 对 这种攻击力其实很很强的 如果你不细致 真的发现不了 对 你现在橘四近五一点进去之后 我们看最后几步棋 最后的 三两步棋 对 我们看这个 红方是怎么入局的 先打一将 这个 对 一般的初学者也就能看得出来了 对 只要是 步步叫沙就可以 对 只要拘二评词叫沙 嗯 黑方也没有选择了 这个没有办法 只有这一招解 对 没有第二招 所以 这都是 对 这看起来也又守住了 对 必然王国的事了 嗯 然后 嗯 这几招已经绝杀了 那等于是 马二进三 这个是沃曹将军绝杀 那我们再看黑方怎么解 也没什么好解 哈 你这个称式什么都丢炮了 对 这个 炮流平七 这个时候 红方就一招胜 也给初学者 对 留一个小难题 对 刚刚学会想象棋的朋友 可以 稍微考虑一下 来看一下 给您两秒钟的时间 那其实呢 就是简单 九二平三 对 枪死了 嗯 如果吃狙的话 只能吃狙 马二进四 把这个百万 直接枪死了 对 这个 将无处可逃 直接就被 这个红方 枪死了 那第一盘棋呢 就以这个江苏队的两位棋手 获胜而告终了 那第二盘棋呢 将换新哈 我想这个蒋川和张强也是 全力一搏 对 全力一搏 背水一搬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盘更精彩的较量 那好 这盘棋呢 四位棋手要换先而行了 那张强和蒋川现在肯定是 这个逼在悬崖边上 不拼也得拼 尤其又是拿先手 嗯 所以就一上来大家 这个目标明确 红方就拼了 黑方呢 守核就是胜利 对 因为现在 红方必须要取胜 对 黑方的两位棋手只要合起 就可以拿到那个四分之一的入场圈了 嗯 那我们来看 红方正强先走 黑方呢 这个双方很快就下成了 中炮进三兵的这个局面 嗯 强挺三兵哈 嗯 嗯 黑方足三兵一 对 对 这个相机的骑行就这样嘛 红方活一个马 黑方活一个马 这个很自然 不过也有 像这里的时候这种变化也很常见 普华平九 嗯 叫三不虎 这种布局也很常见 把居亮出来 嗯 实战中足三兵一 这样保持这个平衡 嗯 八二进三 八二进七 黑方五七象 马八进七 对 很流行的套路 局一平二 局一平二 就下成了这个五八炮进三兵 对屏幕马的这个 对典型正式 标准布局 嗯 这部棋 徐天红和王斌组合 采用了炮二进四的变化 嗯 这种棋以前也出现过 但是还是比较少的 嗯 最常见的走法是炮二进二 这个相对炮二进四 会显得稳健一些 对 这路变化在几年前 好像也封行过一段时间 嗯 后来近几年下来的人 才会人少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临场球变 尤其这种混双 一是蒋配合 二是一个大家对这个布局 尤其是布局这种 这个熟练程度吧 嗯 那你想这个换先了 这个张强和蒋川有直先手 嗯 非常快的这个强挺三兵之后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备而来 那么徐天红他们可能也这个 炮二进四也试图打乱 红方的这种战略部署 对 嗯 对这种这种考虑 还是在这个实战中是必要的 嗯 嗯 那现在接下来呢 缺二进六 这也是在追求一种平衡 就是这边封住 这个对红方的左翼有所压力 那么红G也马上就过河 对黑方的左翼进行一些施压 这个炮二进四好处 与炮二进二相比 主要是这个G的空间更大了 然后比如说有这种 对 进三进五这样的一些点 现在它马上就走的 缺二进三 嗯 好 嗯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过门吧 这个让这个炮打过来 然后虽然损失了一个足 但是对 马活了 对 缺二进二 对这种手段在实战当中很很常见的 嗯 嗯 并无敬意 嗯 嗯 对这个棋 这个到这都是很自然的 花瓶酒对调 减轻这个压力 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盘棋精彩是在后头 好戏在后边 巨九屏八 巨九屏八出来 炮九屏七 嗯 从实战的进程来看 这部棋最后好像有点落空了 嗯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直接的 直接了当的 就把八斤六跳上来 直接捉炮 直接踩炮 对 逼这个红炮定位 对 嗯 这部棋 我估计他要是这个直接踩炮的话 是不是也担心人家 嗯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红方都已经到悬崖边上了哈 不拼也拼了 是不是他对底线这个打僵 怕拼命是吧 怕拼命是吧 比如说我再高个横拘以后测应 嗯 因为你这个拘想测应过去毕竟还慢一些 对 就是还费点时间 所以我就跟你拼了 他可能有点担心 对临场也会考虑 也会做这种积分上的考虑 对 他还是尽量的求稳吧 嗯 而且现在这个黑方积分又特别有力了 对 就还是稳健一点 把这个炮酒瓶齐先兜住 以后对啊 马八进六是一个非常好的新手 他这时候红方 嗯 齐 对 嗯 红方的这个选择和他的 红方就是想打开局面了哈 对 和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也是 嗯 吻合的 因为 因为 齐下到这里也就必然要要要要要要重兵了 你也可以理解 对而且 而且他的积分形式也需要他这样 对 换掉 嗯 那红方通过这个交换也真得来了 这个马三进五的新手 嗯 这局也没什么好味 这个吃相也没意思 就是前边我 对我还想说一个的是 就是前边稍微的 来我们说一下 摧毁一下 嗯 你这还有一些想法是吧 对 比如说 在这个局面下 嗯 就是通常的考虑 还有除了吃兵以外 还有退居 嗯 直接就退回来 对 嗯 这种选择 也可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嗯 至少这也是一种思路 嗯 嗯 相对会比较平稳是吗 对 如果红方再冰七进一换掉 吃炮吃马 这个居的通路好一点 更更开阔了哈 对对对 嗯 这样虽然多吃一个兵呢 但是 嗯 这个居路有点不大畅通 嗯 交换 吃了 把增进了 对 下到这里 红方已经布局成功了 嗯 现在红方占优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炮局 因为这个连这几个都是先手 对 只是 这局还没有什么太好的 对 你看这个点你放的话人家冲你 对 这几个点都不活 你 要么你就退回来 嗯 直接退回来 他可能不太肯 嗯 直接 冲冰 这样也是红旗好下 对 以后有马五进四这种点 对 也是红旗好下 没错 那所以他先 退了一个这个 嗯 红方这一系列的下法都很很 很有力 嗯 对 这不起走的很好 因为这个以后就过冰了 对 对 独兵参战了 而且还防不住 这个下到这儿对 黑方的考验其实挺大的 嗯 他现在已经处于劣势了 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个局面还很难处理 嗯 这兵过来马上就直接的威胁 对 嗯 这个 其实我觉得现在红方不怕乱 对 红方不怕 而且现在他就占有主动嘛 但是我 我就是担心哈 如果这个黑方两位骑手 特别怕这个 越是想和越下的保守 那可能就 越不容易把握局势 对 这部棋 我觉得黑方 必须要 那肯定是要谨慎的对待 对 嗯 如果这部棋走不好 有可能迅速恶化了 嗯 嗯 实战中当然这个 许天红和王兵两个退大师组合 还是很冷静的 非常老眼 对 赶紧侧应 赶紧向这边侧应 嗯 嗯 实战中红方 那红方还是继续贯彻那种 对 那个这种 强力的进攻 其实他如果这时候再冲呢 像我们刚才分析的 对 其实 其实这部棋 对 实战中走这个 这部棋的效果究竟如何 是值得考虑的 嗯 其实我觉得 直接过这个兵也好 直接过这个兵 他捉炮 直接下去了 嗯 从这个实战的效果来看 比如说哈 我再等一会儿 这个如果我捉炮你下来 我是不是有这种手段 这种手段 那就充 充就换掉了呢 换掉吃掉 那也是红方 也是红方 对红方好 这部棋可能他还有受到前面那个惯性 惯性的影响 就是哪路变化猛 采取哪路变化 这个充兵看起来 当然比这个要猛烈了 对对 所以这个 嗯 也还算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一招是红方的权利 就我什么时候都能过 对 嗯 只是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 从这个 这个 进程上来看好像 就红方这时候也可以考虑 对这部棋可能会使这个局面优势更大一点 嗯 冲掉 打姜 14进5 就是红方冲兵了 对 就是这个把中路打开吧就是出现这么一种问题 就是黑局有这个 这个人家局也通吗 对对也给他打开局面 嗯 打开通道 也不好说 对 到底怎么样这事不好说 黑方 其实现在我觉得黑方已经比刚才送了一口气了 对 如果 刚才那个G4进4那个局面下是很难下的 我觉得那个局面很难处理 如果你红方先冲的话感觉红方动手快 对 那么这个中路这么一系列的转换之后 反而这个黑方有了一个G4进2的点 对 而且对他有了这个简化形式的机会 现在马上就必须要简化了 对 就只能换掉 对 黑方现在确实送了一口气 对 而且 而且你这边有牵啊 你这边还是个后手 对 而且你这兵线冲下来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兵了 对 因为这马活了 你看无论你平兵还是往下冲 这马都活了 对 所以感觉红方好像这个局面透松了 对 黑方应该说渡过难关了 是 现在这个马还面临最直接的就是要牵制 有人家一牵怎么办 现在这个马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出路去向 这个你又不能走 你这边就有一个珠霜 是 所以这个红方也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下到这黑方满意了 对 我觉得对 已经顶住了 顶住了 刚才那个感觉就是 我们感觉那个压力特别大 有那种山雨欲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两个三个回合的交换 好像一下子黑方就偷了 很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对 现在马六进五跳出来 你看 其实人家黑方现在不差了 这个兵我也 对 对不起 这个棋 黑方也可以 这个兵也以后随时可以过过来 对 这个红旗现在这个子力已经很难组成有效的进攻状态 对 现在这个兵还马上收攻了 对 他冲 冲兵 去留兵器 黑方不怕了 所以黑方 现在黑方反而先手 先手 毛德一向 黑方也很放松 对 然后呢又可以先手的把拘抬高 其实我们平心而论 要下到这儿 红方再想赢的话 真的挺难的 对 这个棋 不像是一个要赢的样子了 对 黑方阵型很厚 是有一个兵 但是这个兵线不成气候 对 是这样 嗯 现在还是要捉兵 G7-6 好 在这里 黑方 实战中G6-8 嗯 这部棋给看似也很自然嘛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 马五退期啊 保持这种 这种 这种 持兵的状态 因为实战中G6-8 因为这个也不解决问题 他平方还是 而且李轩我还有一种想法 就是这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打一将 就是 你你随便补一个我在平局桌里 就你以后没有这种还家中炮的手段 对 这个也可以考虑 我先叫你一下 你这样总不肯这个这样出来吧 这样出来 有可能吗 这样出来再次 我再回来 对 然后你再打我再让开 你马还是没有点一样的 嗯 差不多这个感觉 是吧 对 那他实战桌了一下 或者我觉得先打将也可以考虑 像你说的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保留持兵 对 还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对 你如果这个平局桌 我就这边还有一脚 对 不怕 随便你走 嗯 是 对 这样就是保留着桌这个兵 让他处理这个兵 他现在下的这个G6平8 倒也是个新手 对 2平3 嗯 那 黑方实战 又走又先手 又走又先手 不过我觉得这两部韵子啊 这阵形木怎么好看啊 觉得双雀吧 对 不漂亮 对 因为把自己还走散了 有点走散了 把这个G还给九倍起来了 对 对 洪方局化平四 下这儿我觉得洪方又有机会了 嗯 因为这个兵 离着这个石头挺近的 这个炮 这个炮还挺灵活 对 他又有重新组织新的攻势的可能 有机会了 嗯 那你说 我现在回去捉你呢 朱冰会怎么样啊 朱冰可能他就摆个中炮 对 摆中炮了 那这局又走低了 对 也没意思 是 嗯 那现在这个平局保住他回向 等于这向绕了一圈来守这个底线 对 这几步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下到这里 黑方由于前边这个 骑行吃 那个行事吃紧 下到这儿是不是时间又紧张了 有可能 嗯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时间紧了 因为他 他这个双方思考嘛 而且是采用的那种加秒制 嗯 走一步棋加20秒 但是其实是很快的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 是不是这两步棋走的有点乐观了 哦 可能 就刚才这个松了一口气之后 对对对 心里感觉有点乐观了 对松了一口气之后 马上走的那个两步棋 有点那样 这两步棋值得商榷 嗯 对 嗯 那红方现在又有机会了 对 这个棋啊就是有意思就有意思 在这儿 就这种快棋下的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 也不能说非常多吧 就是有一些起伏在里边 所以就显得特别好看 嗯 对对 不是那种一面倒的形式 对对对 那现在马五进四 红方看准时机 嗯 这个兵就换掉了 对 只有15 嗯 接下来红方 这一浆正好很 黑方很 很难补 对 黑方好像这个漏洞就出 这个阵型的漏洞就出来了 对 现在只能16进五了 对没有别的下 对 16进五 红方下的还是很精确的 14进四 嗯 捉刷 如果要是马五进四呢 他他他他退回去啊 没有什么机会 这个好 这个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这个棋 就是马五进四 嗯 退 你知道再踩的话 他正好可以电中锯 电中锯 嗯 就是炮也打不出来 然后那边又不杀 对 所以可能 对 这儿红的 毕竟你这个地方少像嘛 你要现在两个像就别说了 飞箱一打以后 对 平均什么都有 红方又扑空了 对 就感觉有点有一些扑空的感觉 所以他这时候也没有跳这个江 对 这部其实很精确 捉霜 这个象吃完了 这个马肯定要逃了 嗯 这个象吃了以后 这个门户被打开了 对 就是 虽然黑方位置也不错 但是毕竟红方队 黑方中路有牵制 对 嗯 现在有点麻烦 你看现在 不好动了呢 而且 对 一起走什么呀 确实有点 现在这个降 实战中降五平四 啊 降五平四 这个也是 我觉得也是 必然的吧 这个降在中间 你要不走的话 你以后底下就打一降 这个炮还 这你如果你就降不动的话 你就所有籽都不能动了 都动不了 所以必须得先出降 先出降 他打了一降 这时候下G1平七 嗯 其实这时候更强的招法 应该走G1退三 对 G1退三以后 黑方就难以应付了 下部炮五平六 这个 他这个棋只能称式 就没有第二个选择 只能称式 那称式呢 红方如果想吃相 还可以再打两个将 再把这个相吃回 对 就是同样的一个下法 等于转了两圈 红方多吃一个兵 对 而且 在象棋 这个堆椅当中 这个G高是很很必要的 对对对 这样你吃掉之后 又是先手吧 你打了姜还可以再转回 对 这也保持这个高位G 这个这个有时候 那个实战中 这个高位G和低位G 差很多 对 是 现在他现在直接这个 把相吃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一段招法的交换 你看红方 就拿一个兵 就把这个 黑方给搅的 对 不得安宁了 已经 一个兵换来了 一个适量的相 对 应该说炮又架上了中路 形势真的是很乐观 对 现在对黑方的考验也够大的了 嗯 我觉得他真有点麻烦了 这一期 看黑方怎么硬 哈 马斯金六跳 马斯金六 最大力度的 牵制红方 进攻啊 对 现在 不能打马 打马 他局发兵武 简化了 嗯 是 红方也是 下的也是很猛的 最大程度的 那个 摧毁黑方的防线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沙士 还有一个下法 就是 直接回来捉 是不是也可以 直接回来捉 是不是还是这个问题 嗯 将 我觉得走这个 就还是立中鞠 还是立中鞠 嗯 对 他主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少一个像的毛病 就永远这个地方 有一些牵制 哈 嗯 那 实战当中呢 山东中红方 把市吃掉了 对把黑方的错一个防守自立也干掉了 对 行 还是这种思路 对 这棋特别好玩 我们大家先先看 这个红鞠等于牵住了黑方鞠马 对 但是黑鞠也把它牵住了 但是黑鞠呢 等于是反着牵 对 他把这个鞠牵住了 等于说反过来说他也把红鞠牵住 对 因为你一逃我也活了 对 而且他又牵住了红炮 对 就是两边牵着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罕见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 实战当中 红方这时候居无平息了 他现在首先放弃牵制了 对 因为 因为 他还是觉得 对 正常的思路大概应该赶紧 赶紧就是舒缓这边的压力吧 比如说掌个炮啊 现在把市补起来 但是现在正好不行 如果掌炮的话呢 黑方马上就捉马 对 这样 如果交换的话 这个鞠车这里 正常红方不法应付了 对 不法应付这种杀旗 人家是一个抽僵啊 对 所以这个炮正好抬不起来 如果这个炮能顺利抬起来的话 那现在肯定红方不会躲开 对 那我现在要是能抬炮 比如说我再补个室 对那黑方就很快 就肯定没法下了 对 所以就巧就巧的 你没法动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对 所以红方也很 其实他很不愿意离开这个位置 所以没有办法 先把他赶走也是一个 其实这个棋 我们平心而论 应该是红方主动 对还是红方主动 对 因为毕竟黑方没事向了 对 而且红方这个残局炮回家嘛 这个炮遥控的黑方的中路 黑方还是挺难下的 对 红方就是这个鞠也是低头 红方也有自己的问题 没有解决 有这低头鞠啊 像这种 比如这炮出不来 什么的 对 对 所以说虽然占主动 但是取胜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确实这么回事 把7退6 把7退6退回来 把炮又给换了 黑方肯定也觉得这炮太厉害了 炮一旦这个泪被你控上了 就没法弄了 这期 对这期真是不如像您说的 前面不吃那个底香 把这个足吃掉 多一个感觉不太一样 好像红的机会相当大了 而且我吃完了足 我还可以再吃香 对 就是这是我的权利 是是是是 那个像把鞠吃到低头了 问题还是挺大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体局感觉 那现在下到这儿 他黑方呢 就赶紧换子 黑方现在是换一个 就合的机会大一些 下到这儿 这黑方又松了口气了 对 就是比刚才那个局面 对对对 金居吃相那时候 又松了一口气 这个炮已经很显然 已经必然换掉了 那等于红方两度机会 就是前面有一个这个 就是黑方退居那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过B1 没有直接过 对对对 黑方松了一口气 那这会儿又松了一口气 又松了一口气 对不是 但其实我们也得埋怨一下 黑方 本来他这个松一口气之后 完全可以把局势下得更平稳 但他真的也是 就是可能时间紧了 有立场那种紧张的那种心态 是就给红方一个机会 现在不是 那就毫不犹豫的换掉 换掉 这样黑方这个吃相也是正确的 也尽量消耗红方的子力 这样红方也对红方也有威胁 可以反威胁 威胁对反威胁 但是李宣耀 要是这个棋你拿 你来下 现在一个人下 因为两个人下 尤其下残局特麻烦 特别容易出问题 但你要是一个人下 你愿意下红棋还是下黑棋 这个棋我还是觉得 红方机会还是很多 因为黑方肯定没有取胜的机会了 黑方肯定是属于首饰 这种残局 但我黑方多冰啊 我有冰啊 多冰但是 就你这个马还没跳出去呢 对 而且这两个兵没有解决 对啊 两个兵没有解决 他这个兵啊 虽然是有一个有胜力量 但是他也很慢嘛 他想对红方形成威胁还是很慢的 这个马还是 就是说你要用一下 现在是下 下红棋 下红棋 我们再来看刚才那图形 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组拿下去 那肯定就是 谁都会来下红棋了 对对对对 那肯定上市了 上市了 有的时候差这一个组还是差不少的 那现在下到这呢 回居先吊住 这个高居还是比 高居 这个叫居怕低头降怕高 有的时候这个居想要进攻的时候 不能下的太低了 对这个简单的棋验 对 其实有些这种棋验在下棋的时候挺好用的 对 是 确实是最核心的那个那种那种观念 对 橘三平一 橘三平一 这组也 黑方也不准备要这个组了 他就也孤注一掷 那等于是我 红方再吃回来这个组又花费了几手期了 对对对 他就是以工带手 对对对 结果红方呢 还没吃这个组 这个大概跟这个双人赛这个赛事有关 对 如果要是一个人下的 他走到这来不是要吃足吗 结果就不吃了 又忙 又忙 四进三菜剧 对 就两个人的思路还是会 但是这个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这个时候出来的话 人家可能背后就牵住你了 但也不一定敢 因为你这个吃两个 也不好说这棋 对对 两个人都不敢 就是都不敢这么随便乱换 对对对 所以先让开然后再再闪一下 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又护住了编族又遏制了红方的马路 这个是拘屏四 拘屏四 还得进马呀 这个马到成功啊 这马到不了肯定赢不了棋 想要赢还是得接着往下 那现在均一拼四 黑方这种棋吧 我觉得这种残局这个中路还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黑方站着这个中路 实战中他走马五进三 其实这个棋如果不动的话 不动就下足 先顶一个呢 要不要先顶一个 顶不顶都行 要不然就 直接下足得了 对 实战中黑方还想腾挪一下 他觉得想摆出一个最理想的那种防守的位置 有的时候这个残局师会有一些这个最佳防御阵型 就是你一旦摆到那阵型 可能是是想合是想赢 就就是守核就希望很大 对不过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这个残局有时候也是这个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他也很难说哪种位置是最佳的防守位置 其实还不如就是最职业了当的 这个足下来 因为走这个毕竟逢局也空了 对 他现在马五进三 马三进四 他可能觉得这种 鞠在这条线上防守比较有力吧 对 所以他赶紧对居了 对 对居 居五推一 他居四进一 你看 这股棋如果 对这股棋很好 而且还有一种简单的威胁 如果要是简单的将一军上来 这个就没意思了 这个棋 对没有后续手段了 对 这股棋他有一定的威胁 下部他是要居四平七 对 居四平七以后呢 既捉马 又潜伏着这个马四进五将 对 然后这个将很严重 这将 好像还比较严重啊 这将 对 以后或者是马五进 马四进三这点可能也不错 这种棋 你没有一个定式盒 也没有一个定式输 嗯 就只能大家走着看 对 但总是感觉这个控制住这条 这个线还是非常大的 对 像四进一 嗯 这部上降 也 也可以吧 如果不上降的话 将来这个 这个鞠过来 这个马跳进去也是先手 嗯 对上降先避 先避开那种锋芒 也可以 我觉得不上降的话 你看啊 比如说这样 就是有点问题 我这个地方要是跳姜怎么办呀 只能进降了吧 上降不行了 上降一姜 一姜就完了 因为回马丢居了 对 你要进降 我这一打姜 你不是也姜死了 对 所以上降还是必须的 所以他这个棋必须要上 因为我这个捉马的先手 对 对 所以这个上降还是挺必要的 对 如果不上降 我给你捉马你麻烦了 你直接进去马跳姜 姜死了 对 所以说他现在降四进一先上来 嗯 但是这个是避开这个中路的 锋芒了 但是这边就有问题 对 马四进三一跳 嗯 现在 反正眼看着人家就出棋了 这个鞠肯定是要动了 不动的话才得一闪 对啊 你现在一将丢鞠了 这个鞠动哪儿 战当中黑方鞠五平七了 我觉得这部棋可能 这个红方其实是来机会了 鞠马有冷招啊 那现在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这样还是也护手 这个中路嘛 其实中路真不应该让他 尤其残局 所以好像那种鞠马三局 这个中路挺厉害 非常大 鞠炮也是啊 你中路都特别厉害 对 他走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败招 对 可以这么说 如果红方全部走对的话 走正确的话 黑方就马上落败了 对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给观众朋友 这个三秒五秒的时间 因为这个鞠马冷招 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精彩 嗯 嗯 但是 这个实战当中哈 双日赛没有配合出来 但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会儿 他鞠武平三以后 鞠武平七以后呢 他 马三尼四一将 对 这个就 只能进降了 如果下降的话呢 马四退五这个鞠就丢了 对 下降 马四退五 无论你是上来还是进来 这个鞠都可以闪江 都可以闪江 这个鞠就丢了 把鞠吃掉 所以 他这一跳江 只能进降 这样他有先手强占了中路 这只有降五平六 只有这一招 对 现在一招赢 下到这里 不知道 观众朋友看没看出来 其实很精彩 对 他要介绍 其实战呢 他下了一个马四退六 错失了一个 半平比分的机会 对 就是红方 他我们刚才说就是 刚才摆那个图 说实在的有点难 那下边这儿 大家就能看出来 马四退二就赢了 对 一步棋 先给大家摆一摆怎么赢了 定乾坤 现在黑方 两种下法吧 两种下法 也有几种吧 如果比如说最直观的 回去 这边 把降一亮 这鞠就丢了 这个中间降 对 这个下边降也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相落实 吃个市上来 这边还是没解了 对 还有一种就是还是退居 退居这边一抓马 马就丢了 这马这边叫杀呀 叫杀你垫居 我会马一僵还是他起 所以这马没地儿逃 对 一捉把马捉死了 捉死了 所以马四退二 马四退二就立即锁定圣女 嗯 还是有点难哈 毕竟我们的这个棋手临场有没有发现 马四退六 错试量机 嗯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速三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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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掩护中路啊 现在洪荒路在动势的话 他这个马跳进来 据五平二叫杀 我觉得这步棋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吧 值得当学啊 因为这个据在中路嘛 你总是主张中路概念 对我觉得这个据 我觉得如果这据分开了 这样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还是应该站着中路 对对对 但站着中路人家随时都把中路填上了 对就是说黑方也 现在也已经对红方形成一定的威胁了 对 现在我觉得 比如说黑方现在打江沙士跳江也挺厉害的 对 下这儿红的可能取胜机会已经挺渺茫的了 就是这一个机会 对 等于没有抓住 他红方剩下几招棋哈 我们来看看 局五平二 将六平五 我们把最后几招摆完 打一将 他将军 然后十五进六 马三进五 马四进六又一将 进来 交二退三 其实这个不齐 这不齐是弘方的问题 嗯 他一出来 下了一个这个 就下了个漏罩 这肯定时间紧张了 对 其实黑方现在是一个连江沙 打一将上来 将两军 就赢了 对 你如果下降就踩市 这个高 那个 刮脚马 对 刮脚马 刮脚马 那上降的话 这个也是高调马 刮脚马 黑方也是错失了一个良机 最后还以 红方 时间都紧张了 他对局 那现在对局 对掉局之后呢 虽然红方形式 这个 黑方形式占优哈 但是 黑方还是同意这个 作合 那剩下的招法呢 我们也就不再介绍给大家了 嗯 这样呢 黑方骑手就一胜一合的战绩 获得了进入下一轮的机会 那今天这盘机 就给各位企友介绍到这儿